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报告委员会已逐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起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 时间104年11月18日星期三 对不起对不起按错 9时15分至13时14分14时32分至17时30分地点本院群旋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 吴一人委员等14人 列席委员吴秉瑞委员等16人 列席官员卫生福利部部长蒋炳黄等相关人员主席 杨钊及委员预新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 议事录确定 二邀请卫生福利部讲部长品黄旧精神病患心智功能障碍者社区照顾社区家园列席报告并被咨询 议议事项一处理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23案 二处理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副署单位预算解冻案8案 三审查本院委员李同豪等27人凝聚社会救助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等7案 四审查本院委员吴依珍等23人凝聚生产风险补偿条例草案等5案 五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传染病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本次会议经委员黄照顺年淑分田丘警及苏清权说明提案要指卫生福利部讲部长品黄提出报告 委员苏清权等10人提出咨询均经卫生福利部讲部长品黄及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 决定 一本日会议报告及寻导完毕二委员江慧珍 姚文志 林洪池 吴玉仁两份 您熟分召天宁及刘建国等7人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 三委员口头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二周内以书面答复 委员令要求期限者从其锁定 讨论事项 决议一处理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23案处理结果 第一案至第二十三案均同意动资并提报院会 第十九案令作决议一项请委员作参 二处理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附属单位预算解冻案8案处理结果 第一案至第八案均同意动资并提报院会 三审查本院委员李同豪等27人凝聚社会救助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等计案结果 一第三条条文赵委员李同豪等27人委员黄伟泽等18人及委员刘建国等20人提案通过 二第四条条文赵案通过三第十一条条文修正通过修正为生活辅助以现金给付为原则 但因实际需要得委托市任市当之社会救助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家庭予以收容 前向现金给付中央直辖市主管机关并得一收入差别定定等级直辖市主管机关并应报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第一向现金给付所定金额每四年调整一次由中央直辖市主管机关参照中央主计机关发布 至最近一年消费者物价指数较前次调整之前一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成长率公告调整之 但成长率为零或负数时不予调整 四第十二条条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五第十五条条文修正通过修正为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依需求 提供或转介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中有工作能力者相关就业服务职业训练或以公代证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是需要提供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 创业辅导创业贷款利息补贴求职交通补助求职或职业训练期间之临时托育 及日间照顾津贴等其他就业服务与补助 参与第一项服务措施或自行求职之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 于一定期间及额度内因就业含自行求职而增加之收入 得免计入第四条第一项及第四条之一 第一项第一款之家庭总收入最长以三年为限 经评估有必要者得延长一年其增加收入之认定 免计入之期间及额度之限制等事项之规定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 不愿接受第一项之服务措施或接受或不愿工作者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不予辅助 其他法令有性质相同之补助规定者不得重复领取 六第十五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修正为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为协助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积极致力的自行或 应用民间资源办理脱离贫穷相关措施 参与前项措施之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 于一定期间及额度内因措施所增加之收入及存款 得免计入第四条第一项之家庭总收入及家庭财产最长 以三年为限 经评估有必要者得延长一年其增加收入及存款之认定 免计入之期间及额度之限制等事项之规定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 地项脱离贫穷相关措施之对象实施方式及 其他相关事项规定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七第十五条之三条文不予真定 八第十五条之四条文不予真定 九第十六条之二条文照案通过时 本期案业以审查案据理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 院会讨论本法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并由召集委员杨玉欣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 四审查本院委员吴依珍等二十三人 拟据生产风险补偿条例草案等五案 四经委员杨玉欣苏清全黄昭顺 刘建国王玉敏因淑芬 田秋景及郑如芬等提出全案修正动议 并经讨论结果一法案名称照修正动议通过为 生产事故救济条例二 第一张张明照案通过三 第一条条文照修正动议通过为 为承担女性的生产风险 国家建立救济机制 确保产妇胎儿及新生儿及生产过程中发生事故 时能获得及时救济减少医疗纠纷 促进产妇与医事人员之伙伴关系 并提升女性生育健康及安全 特制定本条例 四第二条条文照委员书清全等 二十一人提案通过五 第三条条文照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通过为 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生产事故 指产妇胎儿及新生儿 因生产所致之重大伤害或死亡结果二 生产事故纠纷 指产妇或家属认为 生产事故应由医事人员医疗机构 或住产机构负责所生争议 三当事人指与生产事故纠纷 有关之医事人员医疗机构 住产机构 产妇或其他依法得提起诉讼之人 四系统性错误 指因医疗机构或住产机构之组织制度 决策或设备设施等机构性问题 自医疗或住产行为发生之不良结果 另征列立法说明明定本条例用词定义 生产事故不限于发生在医疗机构住产机构内 包含在机构外籍途中者 六委员黄照顺等24人 及委员苏清权等21人提案 第二章章明军部与处理 七第四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24人 委员宁淑分等16人 委员田丘警等18人 及委员苏清权等21人提案 第四条条文 军照修正同意 第四条条文修正通过为 医院应设置生产事故关怀小组 以生产事故发生时 二个工作日内 负责向产妇家属或其代理人说明沟通 并提供协助及关怀服务 诊所及住产机构 发生生产事故纠纷时 应委员专业人员负责提供前项之关怀服务 生产事故关怀小组之成员 应包含法律 医学心理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人员 如产妇家属或其代理人 有听觉言语功能障碍 或其他障碍之沟通困难时 应由受有相关训练之成员 负责说明沟通与关怀 中央主管机关应编列预算 办理强化关怀人员 说明沟通及关怀资讯念讲习 促进生产事故纠纷之解决 第五条条文 委员黄兆胜等24人 委员林淑芬等16人 委员田秋景等18人 及委员苏清权等21人 提案第五条条文 均照修正通过第五条条文修正通过 为生产事故纠纷 发生医疗机构或住产机构 应于产妇家属或其代理人要求 十余三个工作日内提供病人 病例各项检查报告及 健保医令清单等资料复制本 资料众多者 致辞应于七个工作日内提供 前项资料复制所需费用 有请求人负担 九第六条条文 委员黄兆胜等24人 委员林淑芬等16人 委员田丘景等18人及委员苏清权等21人 提案第六条条文均照修正动议 第六条条文修正通过 为一本章规定进行说明沟通提供协助 或关怀服务过程中 一是人员或其代理人所为遗憾道歉 或相类似之陈述 不得采为相关诉讼之证据 或裁判基础 十委员黄兆胜等24人提案 第七条条文 第三张张明 第八条条文 第九条条文 第十条条文 第十一条条文 第十二条条文 第十三条条文 第十四条条文 第十五条条文 第十六条条文 第十七条条文 第十八条条文 第十九条条文 第二十条条文 第二十一条条文 第二十二条条文 第二十三条条文 第二十四条条文 第二十五条条文 第二十六条条文 第二十七条条文 第二十八条条文 第二十九条条文 第三十条条文均不予处理 十一第二张张明委员吴一针等二十三人 委员宁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景等十八人提案 第二张张明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四张张明及委员苏清泉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三张张明均照修正东易 第二张张明修正通过为生产事故救济 十二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一条条文及委员苏清泉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七条条文均不与处理 十三第七条条文 委员吴一针等二十三人提案 第十一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二条条文 委员林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景等十八人提案 第七条条文及委员苏清泉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八条条文 均照修正通意 第七条文修正通过为中央主管机关应设基金 办理生产事故救济 基金之来源如下一政府预算 拨充的烟品健康福利捐三捐赠收入 四基金之息收入五其他收入 十四第八条条文 委员吴一针等二十三人提案 第六条第七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 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三条条文 委员林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景等十八人提案 第八条条文及委员苏清泉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九条条文 均照修正动意 第八条条文修正通过为生产事故救济给付种类 及申请救济给付对象如下一 死亡给付 产妇或新生儿死亡时为其法定继承人 胎儿死亡时为其母 二重大伤害给付受害人本人前向请求全人申请救济给付之程序 及救济条件重大伤害之范围及付金额方式标准应减付之资料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十五第九条条文 委员吴怡真等二十三人提案 第十三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四条条文 委员林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景等十八人提案 第九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泉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条条文 均照修正动意 第九条条文修正通过为 中央主管机关为办理生产事故救济支审议 应设生产事故救济审议会 前项审议会由中央主管机关 林聘医学法律专家 妇女团体代表及社会公正人士 机关代表组成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代表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单一性别二 法学妇女团体及社会公正人士代表 审议会组成人员之资格任期卸任 审议程序与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十六 第十条条文委员吴怡珍等二十三人提案 第十五条条文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五条条文委员林淑分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景等十八人提案 第十条条文及委员苏清泉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一条条文均照修正动意 第十条条文修正通过为中央主管机关办理生产事故救济 案件因于收受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做成 审订必要时得延长三个月并以一次为限 十七第十一条条文委员吴怡珍等二十三人提案 第四条委员第五条条文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六条条文委员林淑分等十六人委员田丘景等十八人 提案第十一条条文及委员苏清泉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二条条文均照修正动意 第十一条条文修正通过为生产事故之救济 予与生产有因果关系或无法排除有因果关系者违宪 但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予救济 一非医疗目的之宗旨认成至孕产妇与胎儿之不良结果 二因重大先天畸形基因缺陷或未满三十三周早产 所致胎儿死亡含胎死腹中或新生儿之不良结果 三因怀孕或生产所致孕产妇心理或精神损害之不良结果者 四同一生产事故以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案件之自诉或告诉 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民事诉讼前于第一审辩论周结前测回起诉 二告诉乃论案件于侦查终结前测回告诉 或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测回自诉 三非告诉乃论案件于侦查终结前已书面 承报不追究之意 五因依要害预防接种或依其他法律所定申请救济 六申请救济之资料虚伪或不时期本条例 施行前已发生之生产事故 十八第十二条条文委员吴依珍等二十三人提案 第十条条文委员黄昭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七条条文委员林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秋景等十八人提案 第十二条条文及委员苏清群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三条条文均照修正动议 第十二条条文修正通过为 及付救济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中央主管机关应与书面做成处分 命受领人返还 一有具体事实证明 一前条规定不应救济 二同一生产于救济后提起民事诉讼 或行事案件之致诉或告诉 十九第十三条条文委员吴依珍等 二十三人提案第十七条条文 委员黄兆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八条条文 委员林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秋景等十八人提案 第十三条条文及委员苏清群等 二十一人提案第十四条条文 均照修正动议 第十三条条文修正通过为 及付救济款项后 非告诉乃论且无前条 第二款情形之刑事案件 经法院判决认定 应由医事人员负责者 中央主管机关对受领人支付之救济款项 就同医生产事故 视为医疗机构 住产机构或医事人员应付 损害赔偿金额之一部或全部 不受前条规定之限制 前向中央主管机关支付之救济款项 于视为损害赔偿金额之范围内 应向医疗机构 住产机构或医事人员请求返还 中央主管机关向医疗机构 或住产机构追偿时 如医疗事故发生原因 指向系统性错误者 医疗机构或住产机构 于藏皇后不得向医事人员求偿 第十四条条文 委员吴依珍等二十三人提案 第八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三十九条条文 委员宁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警等十八人提案 第十四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权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五条条文 均照修正东位 第十四条条文修正通过为 生产事故救济款项请求权 自请求权人之有生产事故时 其因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生产事故发生于十年者一同 二十一 第十五条条文 委员吴依珍等二十三人提案 第九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四十条条文 委员宁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警等十八人提案 第十五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权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六条条文 均照修正通议 第十五条条文修正通过为 生产事故救济款项请求权 不得让与抵消扣押或供担保 受领生产事故之 救济给付免纳所得税 及遗产税 亦不得为执行之标的 二十二 第十六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十十一条条文 委员宁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警等十八人提案 第十六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权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七条条文 均照修正东一 第十六条条文修正通过为 中央主管机关未办理生产事故 救济业务的 限期医疗机构 驻产机构 其他相关机构 提供所需之病例 诊疗记录 部纪或其他相关资料 被要求者 不得规避 妨碍或拒绝 二十三 第十七条条文 委员吴一针等二十三人提案 第十四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十二条条文 委员宁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警等十八人 提案第十七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权等二十一人 提案第十八条条文 均照修正东一 第十七条条文修正通过 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生产事故救济审议 委员应自行回避 一为当事人 本人或其配偶 直系血亲 三亲等以内之 血亲或姻亲家属 二为当事人代理人 三于当事人或代理人 服务于同一医疗机构 或驻产机构申请人之息 就继审订结果 有前项因自行回避 而未与回避之情事 得申请重新审议 但申请人以依法提起 或曾提起诉愿 行政诉讼者不在此限 二十四第十八条条文 委员吴玉珍等二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四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四十三条条文 委员宁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警等十八人提案 第十八条条文 即委员书清权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九条条文 均照修正通 动议 第十八条条文 修正通过为 对救济及附审定 不服者 得依法提起诉愿或 诉愿及行政诉讼 二十五第十九条条文 委员吴玉珍等二十三人提案 第十二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四十四条条文 委员宁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警等十八人提案 第十九条条文 即委员书清权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条条文 均照修正动议 第十九条条文 修正通过为 中央主管机关 为办理生产事故 救济行政业务 因编列预算为之 并得委托财团法人 其他机关购或团体 办理下列事项 一 救济申请之 审定给付等 数物工作 二 救济基金收取 以及管理之协助 三 生产事故事件之统计 与分析室 生产事故救济事件 资料库之建立分析 及运用 五 其他与生产事故 救济业务有关事项 中央主管机关 得随时要求前项 受托财团法人 其他机关购货团体 提出业务及财务报告 并得派员检查 其业务状况及 会计账簿等资料 二十六 第二十条条文 委员吴鱼针等 二十三人提案 第十六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 二十四人提案 第四十五条条文 委员林淑芬等 十六人 委员田秋景等 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权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一条条文 均照修正动议 第二十条条文 修正通过为 办理生产事故 救济给付相关业务之人 原因执行之务 而知悉持有他人之秘密 不得无故泄露或为自己他人利益而使用 二十七 第二十一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 二十四人提案 第十十六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权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二条条文 均照修正动议 第二十一条条文修正通过为 中华民国国民申请 生产事故救济 以该生产事故 在中华民国境内发生者危险 前向申请 中华民国国民之外籍配偶 适用之 除前向所指之申请外 非中华民国国民申请 生产事故救济 以一条约协定协议 或其国家地区之法律惯例 中华民国人民得在该国或地区 享受同等权利者为限 二十八第三张张名 委员黄兆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五张张名 委员宁淑分等十六人 委员田秋景等十八人提案 第三张张名 及委员苏清权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四张张名 均照修正动议 第三张张名修正通过为 生产事故事件通报 查查分析及公布 二十九 第二十二条条文 委员吴亦珍等 二十三人提案 第十八条条文 委员黄兆顺等 二十四人提案 第四十七条条文 委员因素分等十六人 委员田秋景等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一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权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三条条文 均照修正动议 第二十二条条文 修正通过为 未预防及降低生产事故风险 之发生 医疗机构及住产机构 应建立机构内风险 事件管控与通报机制 并针对重大生产事故事件分析 根本原因提出改善方案 及配合中央主管机关 要求进行通报 及接受查查 主管机关应于通报后 一年内查查改善方案之执行 前二项通报及查查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重大生产事故事件分析 根本原因内容 不得作为司法案件之证据 三十第二十三条条文 委员吴怡针等二十三人提案 第十九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十八条条文 委员林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景等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二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权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四条条文 军照修正动议 第二十三条条文 修正通过为 主管机关对经办之生产事故 救济事件 应进行统计分析 每年公布结果 前项公布之方式 应至少包含医疗机构 层级别区域别及性别之案件分析 三十一第二十四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二十四人提案 第四十九条条文 委员林淑芬等十六人 委员田丘景等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三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权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五条条文 军照修正动议 第二十四条条文 修正通过为 中央主管机关对发生生产事故纠纷 或生产事故至医疗机构 及住产机构 得事需要分析发生原因 并命其检讨及提出改善方案 前项分析 得委托具公信立支机构 或团体办理 并应注意符合匿名保密 共同学习之原则 且不以处分或追究责任为目的 三十二委员黄照顺等 二十四人提案第五十条条文 委员林书分等 十六人 委员田秋景等 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四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权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六条条文 均不与处理 三十三 第四张张明 赵委员吴怡珍等 二十三人提案 第三张张明 委员黄照顺等 二十四人提案 第六张张明 委员林书分等 十六人 委员田秋景等 十八人提案 第四张张明 及委员苏清权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五张张明 通过三十四 第二十五条条文 委员吴怡珍等 二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 二十四人提案 第五十二条条文 委员林书分等 十六人 委员田秋景等 十八人 及委员苏清权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八条条文 均照修正东 以第二十五条条文 修正通过 为医疗机构 及住产机构 违反第二十二条 第一项规定 有下列情侵 情势之一者 各处新台币 二万元 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还一 未建立机构内 风险事件 管控与通报机制 二 未针对重大生产事故事件 分析根本原因 提出改善方案三 未配合中央主管机关 要求进行通报 及接受查查 三十五 第二十六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 二十四人提案 第五十一条条文 委员艺术分等 十六人 委员田秋景等 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六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权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七条条文 均照修正动意 第二十六条条文 修正通过为 医疗机构 住产机构或 其他相关机关 规避妨碍 或拒绝主管机关 一第十六条 所为之要求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 处新台币五万元 以上二十五万元 以下罚还 三十六 委员黄照顺等 二十四人提案 第五十三条条文 不予处理 三十七 第二十七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 二十四人提案 第五十四条条文 委员林书分等 十六人 委员田秋景等 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五条条文 及委员苏清权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二十九条条文 均照修正东一 第二十七条条文 修正通过为 医院卫医第四条 设立生产事故 关怀小组 或医疗机构 及住产机构 卫医第五条 第一项规定 期限提供资料 则由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 处新台币 二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还 三十八 委员黄照顺等 二十四人提案 第五十五条条文 不予处理 三十九 第二十八条条文 委员吴怡真等 二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条条文 委员林淑芬等 十六人 委员田秋景等 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七条条文 及委员书清权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三十条条文 均照修正东一 第二十八条条文 修正通过为 办理生产事故 救济及付相关 业务资人员 违反第二十条规定者 由中央主管机关 处新台币 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还 四十 委员吴怡真等 二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三条条文 不予处理 四十一 第五张张名 赵委员吴怡真等 二十三人提案 第四张张名 委员黄照顺等 二十四人及 委员书清权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七张张名通过 四十二 委员吴怡真等 二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五条条文 不予处理 四十三 第二十九条条文 委员吴怡真等 二十三人提案 第二十六条条文 委员黄照顺等 二十四人提案 第五十六条条文 委员林淑芬等 十六人 委员田秋景等 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九条条文 及委员书清权等 二十一人提案 第三十一条条文 均照修正 动议第二十九条条文 修正通过为 本条例 自公布后 半年施行 四十四 本五案 业以审查 完据你 据审查报告提请 院会公决 院会讨论本法案 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并由召集委员 杨玉心 于院会讨论本案 实作补充说明 四十五 通过附带决议 一项请委员酌参 五 审查新政院 含请审议传染 并防治法部分条文 修正草案 结果 一 第三十二条条文 二 第三十三条条文 三 第六十七条条文 四 第六十八条条文 五 第六十九条条文 均照案通过 六 本案 业以审查 完据你 据审查报告提请 院会公决 院会讨论本法案 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并由召集委员 杨玉心 于院会讨论本案 实作补充说明 通过临时提案 四案 请委员做参讯 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对上次议事录 有无修正或遗漏之处 没有意见 确认通过 谢谢 我们上个礼拜 在杨玉心委员主持之下 我们通过了 生产风险补偿条例 还有这个社会救助法 跟这个传染病防治法 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委员 大家非常的尽心 那这个通过了这么多的法案 好来 本日会议议程 邀请卫生福利部 蒋部长秉黄 国军退出一官兵 辅导委员会 等就 依据长期照顾服务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 长期照顾服务机构之收费 如何订定参考资讯 并予以核定 以及长期照顾服务法 第二十二条授权定定之长期 之长照机构 法人法之立法方向 包括现有法人机构如何衔接 私立小型机构如何转型 长照机构涵盖范围 依据老人福利法 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 护理人员法 精神卫生法 国军退出以官兵辅导条例等 法律设立之机构 是否一并纳入列席报告 并被执询 介绍在场委员及列席官员 我们在场委员 王玉民委员 苏星泉委员 杨玉欣委员 我们今天部长 蒋炳黄部长 还有我们 护理及健康照护师师长 邓树文师长 社会保险师 曲同光师长 心理及口腔健康师 陈立中师长 法规会 李立立专门委员 社会及家庭署 简慧娟署长 中央健康保险署 陈宝国主任秘书 以及我们国军退出以官兵辅导委员会的 就医处陈桂美专门委员 现在开始寻答 每位委员寻答时间八加二分钟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是 好来 现在依序 请卫福部部长蒋炳黄 退府会进行报告 报告完毕后 即进行寻答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先生女士 今天我要就这个 长照服务机构的收费 订定跟长照机构法人条例的立法方向 跟长照机构涵盖的范围进行报告 请各位不令指教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今年的6月3号 总统公布了长照服务法 接着卫福部就积极的研议 该法受权定论的相关执法 总共有八个执法 还有一个法律案 就是长照机构法人条例 我们预计长照法人条例 在年底之前会完成草案 目前在积极的跟各方面在沟通 那其实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这个机会 那有关这个长照服务机构收费的这个订定 按照我们长照服务法第35条明定 中央主管机关应该要辅导地方主管机关 参考地区所得物价指数 服务品质等 提供长照机构收费参考资讯 所以长照机构的收费项目跟金额呢 应该这个提供 应该报这个提供服务所在地的主管机关来核定 变更是一同 那现在的老人福利机构 跟身脏这个福利机构呢 按照老人福利法第34条 身脏生权法 这个第62条规定 老人福利机构或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得就其所提供的设施或服务收取费用 以协助其自给自足 另外依照机构的指定定型化契约 应该记载及不得记载四项的规定 为定期限契约的费用调整 应该依照这个行政院主计总处所订定的相关规定调整收费 那目前各地方政府对老人福利机构所报的收费标准 都是考虑他们这个当地辖类的物价水准机构 规模设施设备照顾对象失能程度跟服务项目来订定的 那老人福利机构评鉴指标跟身心障碍福利机构评鉴指标 都已经把这个收费标准定定的情形纳入为查核的项目 那主管机关当然每年都会进行查核 那为了提供地方政府核定收费的参考 本部呢也含班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办理身心障碍者日间照顾及住宿市照顾收费原则 但是呢各地方政府仍然可以基于地区性的考量 得自行计算收费基准跟订定辖内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收费基准 那有关这个一般护理之家及精神护理之家呢 依照护理人员法第21条规定 护理机构的收费标准也是由直辖市县主管机关核定 那公立的护理机构的收费标准呢 由该主管机关分别核定 因此属于地方主管机关的前线 那依照护理之家的定型化契约 应该载明及不得记载事实的规定 应该记载消费者因缴纳长期照护会 其记载这个护理机构的收费呢 依照当地主管机关核定的收费标准收取调整时一同 那各县市政府所定的这个收费标准呢 应该包括照护会跟特殊照护需求 那一般的护理之家呢 在我们在做机构评鉴的时候 这个评鉴指标呢 也把收费标准纳入查核项目 那主管机关当然也每年会督导考核进行查核 那所以本部呢 离于明年呢 也会再委托这个专案专业团体的 办理订定收费等参考资讯的这个建议 这个提供各地方政府来参考订定 那其次跟各位报告 长照机构法人条例的立法方向 那目前时程的规划呢 我们已经开了这个 设政跟卫政的讨论会已经开了11场了 还有专家跟团体研商跟说明会讨论有4场 那这个法人条例呢 主要当然是依照我们长照服务法第21条跟22条规定办理 那它总共会分成7张 重点的方向是这样子 第一个是组织跟管理规范 这个立法内容会包括立法的目的 长照机构法人的分类 法人设立长照机构的规模限制 会计制度投资等 还有 第二呢是长照机构 传统法人的设立与运作 那第三是长照机构社团法人设立机构 那另外还有长照机构其他法人的许可跟运作 那另外现有的法人如何衔接 这个大家都是很重视的 那我们会依照长照服务法第22条规定 机构住宿服务内 即设有机构住宿服务之中和式服务内 长照机构应该以裁团法人或社团法人设立 现有的裁团法人可依照本条例规定 经主管机关许可以后成为长照法人 且将简化它的这个许可程序跟文件 但是呢 这个管理规范仍需受到新法部分的约束 因此呢 现行的法人可以这个采前述的这个续程规定 或以新申请设立的规定办理 那私立的小型机构如何转型呢 那还是依照长照服务法第22条跟62条规定 该法实施前已经依照其他法律规定 从事该法所定长照服务者 应该在5年内申请长照机构设立许可 或完成改制及长照机构这个许可设立的文件的换发 那借其未取得许可或换发者呢 不得提供长照服务 那前向私立机构住宿式服务内之长照机构 有关机构得不受第22条第一项的限制 以原设立机构住宿式服务内的长照机构 名称完成前向改制跟许可设立文件的换发 但它的负责人或者长照机构 扩充缩编迁移名称变更的时候呢 就要按照第22条第一项的规定办理 那现行由自然人设立 大概有929家的老人及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除了这个负责人或者机构扩充缩减迁移名称等变更外呢 得不受上述 须以财兰或设兰法人设立的这个限制 那长照机构涵盖的范围 那它是当然包括了居家室、社区室跟机构住宿式的服务 那它机构包括居家室呢 包括它的服务包括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职能治疗、物理治疗、服务、服务、环境改善 那社区室的服务呢 包括日照中心、团体家屋、家庭、托雇、小规模多基人的服务单位 身心障碍日间服务机构 生活重建机构 身心障碍生活照顾机构等等 那住宿式的服务呢 其中老服务机构呢 包括养护型、长照型跟失智照顾型 那身障的服务机构呢 主要是住宿型的这个照顾机构 护理之家呢 包括一般护理之家跟精神照顾之家 另外当然还有这个农民之家 那结语是长照这个服务法的立法呢 是我们这个我国长照推动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那本部呢 呈这个大院各委员的支持跟协助 对所有的这个业务的推动呢 都有很大的注意 在这边再次表示这个谢意 那有关刚刚以上的报告呢 也请各位委员指教 以上 退府会已经跟陈吉尔委员沟通过 我说今天不报告嘛 好 OK 好 现在开始寻答 每位委员寻答时间8加2分钟 10点半截止发言登记 委员如有书面咨询 请于散会前提出 预期不受理 11点半开始处理临时提案 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 OK 那现在请王玉敏委员开始咨询 谢谢主席 主席我们是不是请部长 来 部长请 王玉敏好 部长好 部长在讨论今天的议题之前 我有个时事的问题 要先请教你 这个是发生在上个礼拜四 我们看到在台中市后里 他传出了母子双尸案 那让大家很讶异的是说 这样的一个案件 竟然长达两个月的时间 都没有人发现 这户家庭里面 就是两个人死亡了 那这当中72岁的 这位妈妈是 重度多重的障碍者 而且领有身心障碍的生活补助 那另外呢 他的儿子其实可能疑似 有这种自闭跟躁愈的倾向 那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弱势的家庭 而且看起来跟社会 非常疏离的家庭 竟然死亡长达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地方政府 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去发现 那是不是我们地方的系统失灵了 包括我们这个李林长 我们摄政跟护政 在地方上的这个制度失灵了 很难想象在台湾 有一户人家两个人死亡 大家通通都不知道 这一个案件 部长你知道吗 是我知道这个案件 这个真的是令人非常遗憾 也有一点惊讶的案件 能够在家里沉湿这么久 这是一个台中的台中市的一个案件 那案主是72岁 他是一个冗民 他有多重障碍的 那他的这个跟这个47岁的这个小孩住在一起 他每个月大概领了4千7百元的这个生活 身长的生活补助 那另外那个小孩子也打零工 但是他们是跟邻里的互动是比较少 包括他的住家好像都跟外面有点隔绝 用封闭的方式 他是独立的自己独立一户 然后周遭都没有邻居吗 是这么独立的一个情况吗 那署长你要补充说一下 我跟委员报告 基本上他是在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 然后他自己为了预防他妈妈 因为他妈妈是聋哑跟盲 非常重度的多重伤害者 然后他怕他妈妈走出去 所以他又把住家又做了一些隔绝的一个措施 所以外界也比较难看到里面的状况 那这一户人家他也比较少跟邻里来做一些互动 那社会局曾经有去问他们需不需要一些帮忙 他孩子也认为说他们自己还可以自主 所以也拒绝 所以这一户家庭过去在地方的社会局 是很少去访识去关心的 可以这么说吗 这个可能是这个事件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虽然这个家庭他们排斥外界的关切 不过我觉得还是要主动去评估 我觉得这个评估的工作非常重要 不是说案主的意愿的问题 因为他可能在主观意愿觉得他不需要 但客观的条件的评估他就是有这个需求 这是我们专业存在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案件真的让人家看得非常的比算 我比较担心的是台湾现在的社会 事实上我们整个社会梳理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的 包括我们看到在日本 他在都会地区也会有这一种可能是老人过世了 好几天 因为他就不跟别人往来 所以他的这个社会的关系其实是断离的 所以死亡也要都一段时间之后才会被发现 还有我们现在家庭结构的弱势 有一些他结构上可能是老人照顾老人的 或者是他可能是这种妈妈只带着孩子的 万一发生什么状况 如果他之前的这个社会网络都是偏向疏离的 我们可能恐怕难度在第一时间就去发现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不是完全是设政单位 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民政系统也应该要发挥功能 我们以前台湾最可贵的就是说在基层 我们的邻里 事实上他可以发挥很强大这种守望相助 互相关怀的功能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维持住啊 所以这一个悲剧的个案发生之后 我认为应该去要求地方 他们要去强化他们社区最基层的这个邻里的功能 因为有一户人家长达一个礼拜都没有露脸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领长也好 领长也好 应该要有这样的警觉心 这不对劲嘛 一般人每天都是会活动 都会向外活动 一个礼拜都看不到的时候 就应该觉得不对劲了 那长达两个月那真的是不可思议 所以本席希望说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呢 你们回去要邀请民政单位来 这是设政民政要结合在一起的 希望他们在基层的这种守望相助 关怀的功能还是要发挥出来 我们不希望台湾再发生这种 因为他个人的这种工作能力条件也好 人际也好 非常疏离的情况 然后被我们遗忘了 这真的是很大的悲剧 我们不希望再发生了 好不好 那这个部分 希望这个设政跟民政 在基层的部分大家可以动起来 那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今天 报告的主题 就是依照我们原来通过的长照服务法 你们现在已经定出相关执法 你们现在还在演你 还没完全定案 那这当中其实有看到 未来我们的这个立法方向 机构的设置的部分 至少我们在长照服务法里面有 长照财团法人或长照社团法人 他是可以去做机构的设置的 那你们其实也提到说 希望可以去扩大民间参与的范围 那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方向性 这个部长可以再告诉大家 所谓扩大民间参与的范围 你比较希望的一个做法跟方向是什么 这个整体的方向 像陈如委员刚刚提到的 我们希望能够民间参与 因为民间参与之间的头目 甚至我们在谈这个所谓的营法产业 这样子整个起来 对我们的这个长照的品质才有所注意 所以在整个规划里面 我们除了财团法人以外 我们也设置了这个社团法人 那社团法人理论上 他可以是做这个盈余的这个分配的 那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允许民间来投入 那另外呢 我们在整个措施上面呢 对目前已经存在的这个小型的 小型的这些机构 我们都希望它能够顺利的 还是继续存在 所以应该是多元的并存 对不对 因为本期现在有听到一个声音 就是说原来的非盈利组织 他们也会担心 就是说未来如果有这个开放 更多元的力量进来之后 他们会不会消失 或者是变成不存在 那我觉得既然非盈利组织 有这样的顾虑 事实上你们在做政策理定的时候 可以想办法怎么样确保 这个市场的机制 它真的是多元的存在 而不是将来可能 有一股比较强大的力量进来之后 原来的这些服务系统 它可能会被并购或者是消失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部长你可以去考量的 是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日本的情况 日本它其实在一开始 它的长照推出来的时候 它事实上也没有去开放 一开始是没有的 但是后来的确 整个高龄化 整个人口过来 你靠单一的系统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开始开放了 它让一些民间的力量进来了 那现在看到的状况 就是好处是民众有多元的选择 因为它会形成一种竞争 就是在服务上面的竞争 所以会让整体的这个服务是更多元 而且是这个品质 可以带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不过这当中有一个本省要提醒 这个主管机关注意的 就是说在其他国家也看到 有一些当然是我们说不肖分子 他进来的立场 不是想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 给这个我们的这些失能者 而是他希望从这当中 去赚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所以他可能去压榨他的劳工 降低这个成本 然后这个提供出来的服务品质 也不怎么样 那将来如果说台湾有出现 这一类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退场其实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现在政府主管机关 我们态度可能是开放 让多元的力量进来 但是多元力量进来之后 这当中如果有劣币 他进来他这个整个目的性 或者是他的实施的方式上面 都不符合我们这些失能者的利益的时候 我觉得公权力就要出来了 这个不晓得在你们目前的规划当中 有没有去想到这个部分 当然有 我们这个会规划设计很好 很严谨的评鉴制度 所以在这个评鉴制度之下 如果发现它是一个 以盈利为目的 没有真正提供适当的服务 而且品质很差的 品质很差 我们就让它退场 好 本席觉得这个退场机制的设计 一定很重要 我相信将来我们的这整个高龄化的社会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多元 而且有品质的长照服务的提供 那如果有人在这当中只想赚钱 又不提供好的品质 这一类型的势必是要被淘汰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将来只限定某一种类型 譬如说完全只能非盈利组织化 这个恐怕也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 日本已经告诉我们 这样的模式走不通 但是将来主管机关还是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怎么样就是让品质提升 而且不是朝向大量的盈利化这样的模式 可能是部长还有我们两位署长 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工作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谢谢王委员 接下来请苏清卷 苏妍 好 谢谢主席 各位同仁 媒体朋友还有劣席官员 我请部长 来 请部长 还有请健保署 陈祖密 苏妍好 部长辛苦了 上个礼拜全民健保委员会 开会了 现在说健保的会力要从4.91 建议调到4.69% 然后补充保会从2% 降为1.91 那这个 这样我给他算一算 差不多要200亿 这跟你上个三部 补充保会从5000块调到2万 这个 这个有没有含在里面 还是另外 我们补充保费把门槛提高 大概减少了收入 40几亿 那跟这个从2%降到1.91 有没有重点 没有 没有重点 这两个 有点是两个事情 财务有放进去 不过我们在整个财务的评估上面是有考虑进去 好 那上个礼拜我跟你讨论过就是 烟监就少了66亿 然后呢 补充保会少了42亿 再来 建口数少了十几亿 然后再来 明年开始 艾滋病的钱 又要回归健保给付 那也要差不多30几亿 那那就要百多亿了 这又减资那一亿 200亿 那就要300多亿了 那县了什么 咒吃三空 所以 对于这一个 宪保委员会的建议 你的态度是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 这个 这一次的宪保会 其实我们在事前评估 我们就觉得这个 调降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 把它放在将来的 费率的调整的机制上面 所以这次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定 这个大家有共识 以后 如果说这个补充 这个安全准备 大于三个月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开始讨论 调降费率 但是呢 低于1.5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要 这个去讨论调升费率 那这个已经有共识了 那所以 这一次调降 但是我们预估 如果比较保守的预估的话 民国108年 这个费率会要提升 会要提升 那如果是在大家有共识的一个情况之下 全民也都有这样的共识的话 我想这个机制如果能够顺利运作 应该还好 所以原则上我们会尊重这个健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样是多久浮动一次 是一季浮还是半年 目前我们的方案是三年浮动一次 就是用三年为基期 所以说现在104 然后就到105 到108 撒尼这几个调整 如果是以三年这样还好 但是如果是说 你要用一季或一年 那是很复杂 所以这样的话将来就不用让 健保署的署长 或者是卫物部部长 背负那么大的 每一次要调降很简单 调整的话法就调降 如果要调升 就要准备很多部长来 实际这样就够了 所以如果说可以像 有时每个星期调整 这个是太可怕太恐怖了 这也算不来 所以三年为一次 你现在的想法是用三年 所以这次是他们的建议 你是想让他准就对了 我们会表示尊重 当然最后是行政院来台版核定 那现在我上次问你的 现在号称两千多亿 但是真正的钱到位的是一千多亿 36%的政府该补 到位的没有到位都序列 这样 你真的手中够到的现金 钱是千多元而已 这样有办法当三年 你也用一千多元 但是从理论上来讲 政府欠的还是要进来 政府欠的 迟早要进来的 不可以进来 迟早要进来 对 迟早要进来的 迟早 迟十年了 反正欠的总是要还的 OK 所以 参长得掉下去 我可以预计 如果两千多亿 你明年就开始实施的话 就一年少个三百多亿 差不多108年 现金是几乎是归零的 这个 陈主席 你感觉怎么样 这现金 我说现金就不归零 政府序列的 因为这都是预估数 所以到时候还是要按照那个机制来运行 然后到那个年底的时候去 就是协商完了之后 就是说会再去做一个精算 好 谢谢 部长 如果说可以用这样 只要用 浮动 然后百姓 真的要起起伏 没有意见的话 这是建立制度的好时机 是 是一个好时机 因为现在 准备金较多 所以 大家 可能 接受度比较高 但是有一部分百姓 也有反应说 降个几十块 那为什么不先把 这个 医疗的 这些问题 也是同时要解决 那解决的速度跟到位 好像 一介还是无感的话 你是不是要更大量 更快的方法 因为你上次讲的好几种方式 我觉得那个都是 不感觉很深的感受 不痛不痒 尤其副理界他也骂得要死 这两天又找我说 他们还是坚持 互并比 我听了 每一次听到互并比 我都戳了 那部长你的看法怎么样 各位报 这个其实我们是还蛮努力的 是希望能够 对我们的医护从业人员能够多一些照顾 然后对他们的照顾也是对我们患者这个病人的这个照顾 那所以我们有相当多的这个措施了 我自己的看法是医护界不能说完全无感 其实是有一些措施的确是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士气跟这个服务品质 不过当然永远有改善的空间 所以我们会持续努力 好 那再来我再请你问 请问你长照的问题 简所长请你上来 刚刚王毅民委员问的就是说 从此刻开始你长照法第二十二条 要新设立的长照机构 尤其入住型的 是要尽量用财装法人或社团法人 尽量 是不是 这个 好 那刚刚有谈到小型的自然人 因为服务 当初打架打得那么辛苦 就是服务里面有一条说 入支可以来 来买我们的小型自然人的小型安养机构 就49床以下的 所以这个反弹非常大 那现在我也看到 又在培允地区 屏东台东那边 在我们屏东就很严重 小型的自然人的养护机构 现在都经营不下去了 他们以前可以存活是因为 譬如说他设立是49床 但是他都超收 都收到七八十个 七八十个是他们的经济规模 这样说得更多 所以这些 现在用人头 抓得很紧 现在一查到超收 就是开单 一张就是六万 署长 六万嘛 而且是连续罚 所以现在用49床 为单位 就是小型自然人 而且贫鉴的配置 人力配置又越来越严格 没错 没错 所以说要转型 你的看法 我有跟署长讨论过 他说差不多75层 以上到的经济规模 那这些小型自然人 如果场地不行 你们现在是准备怎么样 是让他转型 如果不行的话 就全部退场 那高楼的 在七八楼 十来楼的 那个主要火灾就完蛋了 韩国就大火烧死很多人 那种我看了 我很担心 那像这两类 就是说小型自然人 床数很少的 你要让他转型做社团法人 常常王毅民委员讲 你全部都用财团法人 也不一定都好 那用社团法人 還有一點點憂因的情况下 你是這個辦法 要不要趕快 都是說研究研究 每一次署長跟司長都 不一定都要掀示一下 那真的很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他們都是言心惶惶 49床以下的小型機構 他可以 因為我們考量到他目前的情況 所以他當然可以 就直接改制 直接改制 那我們盡量讓這個改制的 這個手續 各方面簡單 當然他也可以改成社团法人 把它規模甚至擴大一點 不過所有的這些 改成社团法人的話 他的必要條件還是要存在 那像剛剛委員講 如果他在高楼 可能有公共安全 我覺得 可能退場也不見得是壞事情 對 好 所以這個辦法要趕快出來 你有沒有勾勵 這個社团法人 你的理想的起跳是 差不多75床 80床會百床 都是可以設計 第一個 第二個 他們要退場的 也要輔導他們退場 或者要合併也可以 所以這個要趕快做 因為他們現在整個學會都 真的是人性辦法 所以辦法要趕快出來 既然法都過了 都可以再實施了 那你準備了 也準備一百多億要去輔導 要去 Infrastructure要做 所以我是建議趕快 好不好 好 以上 好 謝謝委員 好 請劉建國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請部長還有健保署的陳祖銘 好 來 部長跟祖銘請 劉委員好 來 部長好 部長我接續蘇銘剛才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調降健保費力 還有補充保費 這是誰發動的 這個是健保會發動的 健保會自己發動的 跟你都沒關係 當然不能說沒關係 不過我們 原來是希望以安定為考量 所以原本衛護部 站在部長或是站在健保署的立場 是以不調整為立場 費率盡量不調整 最起先嘛 對不對 是 為什麼後來有這樣的轉折 我們一直在健保會開會之前 我們都還是抱持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希望他們要考慮 以不調整為立場嘛 對不對 為原則嘛 對不對 是沒有錯 對嘛 後來為什麼會健保會發動之後 你剛才答詢蘇委員的過程裡面 就已經相關的一些 一些做法跟配套 還有一些因應的作為 都已經大致上 已經有討論過了嘛 是應該這麼講嘛 對不對 就好比說你講的未來 以三年為一個基礎 來做這樣一個會議的一個調整 就三個月 如果安全準備超過三個月 那就調降 對 如果不足1.5個月 那就調高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是 這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在上個月 我們在委會詢問部長的時候 就成功剛才我請問部長所回答我的 最起先你們是不要的 你們是不希望這個樣子的 是穩定為做基礎嘛 對不對 我們不希望他在這一次調降費率 你們不希望他們在這一次調降費率 但是顯然這一次已經確定要調降費率嘛 因為他們在健保會裡面消費者代表 我們看他們的這個狀況 他們是可能是勢必要調降的 所以我們 所以部長成無消費者的代表 部長現在是成無消費者 成無在健保會消費者的代表 所以就變成三個月說不要 這個月說好吧 導演不是這樣子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看那個大整個趨勢 可能我們擋不住 擋不住的情況之下 我就拜託我們的主席 部長是看到什麼趨勢會讓你覺得擋不住 因為那些委員基本上 就健保會的委員他們都看他們的人數 所以健保會的這些消費者代表 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變成讓部長你擋不住 不是我擋不住 因為他有18個人連署 已經是佔了健保會 因為健保會他是獨立作業的 我是沒辦法控制他們的 所以看他那個情況 我覺得可能擋不住 所以我才請拜託主席 是不是先談調整機制的問題 所以嘛 所以照理講部長應該有一個SOP 當那個安全準備金 達到某種程度的歷來 已經是給外界的感覺 還有正式的數據的統計 是已經達到某種程度的歷史性高 那這個過程裡面應該有一所因應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應該你的幕僚單位 應該給部長有一個具體的建立 可能有A案可能有B案可能有C案 那也應該事先征詢健保會 還是有健保會一些委員的聲音 然後在委員會 可能你們有一個 有一套打詢的一個方式 來做因應 我覺得這個樣子來講 才不會有 前一個月是怎麼樣 下一個月又變成怎麼樣 然後 頂頭人都怎麼樣 那你就變成怎麼樣 後來就變成通通不怎麼樣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講這樣就好了 其實我要強調一點 我覺得這個三年是什麼根據 是什麼根據 是什麼基礎 可以急救張 這所委員會比較清楚來行 是要拚三年 剛才蘇原是講說 那如果半年 如果你是要按計還是半年 那你們現在要講三年 聽起來好像把時間拉得比較長 但是這個三年的根據 它的基礎是什麼 怎麼有辦法這麼短的 不到一個月呢 等於你的健保會是開了幾次 然後來確定說做這樣的一個依據 依詢 我不清楚 這個你必須要跟委員會說得很清楚才對 這個公委員報告 這個健保會其實在醞釀這個事情已經相當久了 所以我們的健保署呢 也因此我們當時提出了14個版本的試算表 裡面也有每年調整的案子 也有如果以三年為期的調整的案子 也有五年的等等 然後我們就把這14套東西 我們經過精算以後提供一些健保會的委員 請他參考 好斟酌 那這個是我剛跟委員報告過 健保會它是獨立運作的 所以我們只能盡量的在事前做一些呼籲 然後盡量提供完整的資訊 那我們希望整個事情都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之下運作 然後希望得到最好的結果 所謂最好的結果當然是對全民最有利的 我覺得不想這麼講我有點不太懂 有一個角度了 健保會醞釀很久 我現在是講說這個三年的依據跟基礎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就把這些請健保會討論 健保會他們提出來是他們決定是三年的 因為我們給他三年五年跟每年條的這種不同的版本 他們建議是三年 他們覺得這樣是比較穩定的一種調整的方法 機制建立以後呢 將來也比較少爭議 所以這個都是健保會的建議 這個喔 蘇緣講的你也要被架空 這個我們行政單位也沒有辦法主導這個事情 不不不這不是行政單位不能主導 部長你不能這麼講 你們在兩個禮拜前三個禮拜前針對補充保會 去做這樣的一個宣誓 然後媒體通過出來了 委員會還不清楚 是委員會後來一直追 就是說當時你們如果要去處理健保 補充保會不問 你必須是搞到法律的根據 它跟那個會率 健保的會率必須是要聯動的 你不能單一做這一項的處理 我們是善意的提醒 然後多了可以說 多於這麼多的安全準備金 應該去思考整個台灣的醫療環境 偏鄉的這些照顧 然後這些醫事人力的整個整體的 再重新做一些資源的挹注也好等等 我們期待是這個樣子 反而並不是期待說 你非這樣不可 你一定要怎麼樣不可 是你們自己 就像剛才你所講的已經擋不住 你那個第一階段擋不住 是來自總統府 那你現在第二個階段擋不住 是來自健保會 那你做部長 你不能說那個 撞不住那個撞不住 你如果這樣換我們也會撞不住 對 我們撞不住的行為 當然跟你撞不住的行為 是不太像誰 到時候說你們比較文明 我們比較沒有文明 那你也很奇怪 這不是這樣 所以我剛才不真的要說 站在健保會 今天可以 在你進來 可以創立時的新高 安全主辦金已經到達某種程度的一個水平 那我們期待說 你這些錢應該用在 可以用到 而且可以在短期 你也可以看到成效的地方 反而我覺得大家會跟你喝彩 委員會也應該會支持你 而不是 而不是現在這個地方去降 然後被抨擊的 朝野 不管朝不安野的委員抨擊的 社會輿論抨擊的 醫事團體抨擊的 然後好 那我們現在 好像剛好去呼應健保會 對了 你們有十八個 你們有你說要跟 要跟 所以好 我就拿一套記者出來 他說 有五年多基礎 三年多基礎 幾年多基礎 所以我剛才會跟你請說 是誰發動的 那顯然也不是你們衛福部發動 那衛福部就是被動 衛福部的意思 被動立場裡面 那個絕對會亂 那個會亂的震腳 那個原有裡面規劃 可能在我講的 有幾個面向 在健保會 比較充實的過程裡面 可以去處理這一塊 可以處理那一塊 在你的部長任內 你還有一段時間 你看現在的醫事人 已經 六大接空 這說多久的事情 偏鄉的醫療 還有整體的 那些醫師 急重症的那些醫師 他們怒吼等等 這個其實在 你在補充 健保會這麼充足的情況之下 你們真的是可以做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你們可以做 結果因為 上頭幾個說 你的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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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環境的提升 我們沒有反對去調降 合理的調降 那當然是有許必要 這就是 就讓他去朝向一個制度化 但是如果是你衛福部 當時是因為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們主動釋出 你們主動去規劃 我覺得衛福部很好講話 很站得住腳 但是今天不是這樣 好 我今天不可以偏離主題 時間到了 抱歉 我還是接續長照機構的部分 長照22條 這最重要的問題 目前長照機構 到底是服務多少私人的人口 大約就好好不好 長照機構 10萬左右 那現在的長照機構 有沒有分配不均的問題 應該是有 還是有 沉洋差距 部長知道現在 全國私人最高的三個縣市 是哪三個縣市嗎 雲林一定是其中之一 謝謝 你記得雲林 再來 嘉義應該也是 嘉義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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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市長亂提供訊息 這樣就會向那個健保會事情 又發生 還有咧 再來 時間要到了 台灣私人前殺官是哪三個縣市 第一個 南投的樣子是 南投 你猜兩個 跟我的資料都不太對 真的嗎 好 好 請同仁趕快查一下 我提供訊息 我這資料是在東部了 還有農業縣市 這些私人者都聚集在醫療落後的地方 是 落後的地方 還有資源非常欠缺的地方 是 所以 所以像這個私人前三高的縣市 部長你們有沒有一套因應的積極作為 不是長照法通過後 而是現在 然後現在你怎麼積極應應 再來長照法通過之後 要如果對這些前三高的私人的縣市 來做一個處理 有嗎 是 這個是 當然是我目前工作主要的一個方向 也就是 長照服務法通過了以後 還有一個長照基金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這個量能提升計畫 基本上就是要能夠 希望能夠把這些資源的分配呢 能夠充實起來 那尤其在偏鄉的地方 希望它能夠有足夠的這個服務能量 否則的話 我們後續想要推長照保險法 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源 我的保險法其實也是推得 推不太動 部長我簡單講 前三高一個就是我的縣市 我的母縣 我沒有感受到現在有什麼 這樣比較積極應應的作為 因為它本身已經 醫療資源已經比較欠缺 比較屬於偏向的地方 那未來你長照法通過之後 又針對比較三高的這個縣市 你們怎麼去做應應 當然法律通過之後再來講 我說我提到是現金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你現在全台有一千多家 這些小型機構 這個我們跟司長跟署長都已經討論過很多次了 那其實是九層喔 有近九層 是非法人的形態 怎麼銜接 這怎麼銜接 那如果說銜接不當 這些 這些長照法正式上路之後 就是說你們相關資法定定之後 我們開始走了 這些人可能 他沒有辦法 他就要 就是要下車了 就是要轉行 轉業了 那這個過程裡面 造成很多的缺口 這些缺口 第一時間怎麼做處理 如果沒辦法處理 這些已經在小型機構的這些 私人者 他怎麼辦 我們有什麼樣的一個應應作為 簡單這兩個問題就好 這個 大概九百多家的這個 49人以下的這個小型機構 我們當然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他就用現在的方式 但是用改制 他做一些部分的限制 我們希望他能夠繼續存在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可以 朝這個社團法人方向 把它規模再擴大一點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他能夠繼續經營 當然如果他的這個客觀條件 真的是很差的話 甚至造成公安問題 當然我們還是必須要讓他退場 但是部長有一個 我剛才另外第二個問題 你有沒有答過我 萬一這些人被迫 他就是要退出這個市場 基本上有沒有做什麼樣的一個處理 我不清楚 他就已經離開了 他就是非常糟糕 但是這些人怎麼辦 這些私人者怎麼辦 我們有沒有短時間 我簡單講 這個當然一定要處理的 一定就是他現在所照顧的這些 這些私人者當然是要處理 一定要把它轉介出去等等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處理的 如果說 因為我現在沒有看到說 讓他們轉為社團法人 還是說相關的法人 有比較積極的一些誘因 那他來轉 那或許閒線上會OK 就是一些獎勵啦 要給他們鼓勵 那萬一沒有 他們也覺得他們不想做了 那你將近一千家 那一千家萬一 在短時間內是 我不曉得會不會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家不做了 他就自願離開這個市場 那三分之一家如果不做了 那等於將近三百家 那一家有十九床 我們就称五十嘛 就一千五百 那一千五百的被照顧者 這些有沒有辦法很短期時間去做因應 會不會發生這件事情 如果發生了我們怎麼去因應 我想這個當然他如果要退場的話 我們一定要處理剛跟委員報告過 那我們現在機構的佔床率 當然不算很低啦 不過應該還有一些空間可以處理 那另外我們有這個長照基金嘛 所以這個長照基金 將來也是要協助這一塊 你說還有一些空間可以處理 就我的理解 我的線就沒有這樣 你們可以去調查清楚 我們再來了解一下雲林縣的狀況 不論如何啦 這是一定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來處理這個事情 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也應該是在長照的範圍裡面嘛 對不對 好 就我的理解啦 醫院的護理之家幾乎啦 幾乎一闖籃球 要進去的一定是有住在裡面的一個得到升天 另外一個才可以補進來 不然不用想啦 而且不是只有一家 是好多家 而且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是當然醫院的護理之家 基本上他的水平 他的他的 就是說 呼和政府的相關的要求 基本上他是OK的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講的當然是針對 49床以下這些 私人的一些相關的長照機構 但是有的品質也不是很離譜 他也有一定的水平 因為這個市場總是會去決定啦 也會要求他們個別的去做成長 去做整個環境的改善 那我必須講說 如果這些 49床底下的人 他們有一天 因為我們的相關資料 到現在還是沒有很明定的出來 那我如果我不做了 然後他是一個數額 那這個數額裡面 我們真的是足以去應付嗎 而且在很短的時間 所以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這個相關的這個條例 就是這個法人條例還在研議 那剛剛委員提醒的這些細節 我們都應該要注意到要處理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在長照法負責裡面 不受及既往的說明 也就是說 讓既有提供機構住宿伺服的業者 在長照法上路五年後 也就是2022年前 可選擇重新申請 適用先法 或選擇改制 也就是維持既有的規模 那如果要維持既有的規模 業者是不能變更機構負責人 也不能擴充 縮減 遷移 變更名稱等 這個喔 這個部長 這些規定等於要這些機構 他自己本身這五年內 不能失能 不能出事 不能跑路 你就跟蘋果當 就一定要這個人 這個東西有沒有 有一點奇怪 他這個公民報告 他其實實際上 這個有的緩衝連 年限是七年 因為我們這個法要兩年才上路 對 所以五年是七年 那我們原則上就是希望 這個他能夠盡量的順利 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法 這個因為長照法的這個 呃成立以後呢 能够他还能够顺利的存在 所以他改制 我们改制的要求是非常小的改变 那除非他换董事长等等 就是换他负责人等等 那就是除非这种特殊状况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原则还是 让他继续能够提供服务 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所以很多的细节我们都还在研究 好所以我也担心一个细节 就朝向财团法人或是社团法人的方向 会不会刚跟我们当初的一个理想 希望在地老化去做 做出最后的有相关违背的情况发生 会不会这样 那个应该是不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不会 因为财团法人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 就是大嘛 就是大型嘛对不对 对那你社团法人 我觉得你要让这些小人机构 再去朝向社团法人 他可能好像的规模好像可以比较接近 但是他们是不是意愿大到这种程度 我不清楚 但如果都朝向财团法人化的话 他可能就是越来越 越什么 那个机构就是大型化 然后可能会去社区化 可能集中化 那跟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可以在地的老化的那个目标跟你想 会不会竞相违背 因为我们有三种设计 一个台团法人 社团法人还有小型的这个机构 所以另外呢 我们除了机构是也有社区式跟居家式的 这样子的照顾体系 那基本上在我们整个设计里面 会注意到所谓的 antitrust的反托拉斯的这样子的设计在里面 我们不会让这一个 它变成无限的扩大 然后没有办法照顾到 让在地老化没有办法实施 我想我们会注意这一点 好 我时间到了 部长我可能再提供一些相关讯息 给贵部做一些参考 也希望贵部可以在一个月内 可以给我们一些回应 对长照永续营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可能大家要再多加讨论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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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请田秋景 田委员来做咨询 好 来 部长 有请部长 田委员好 好 来 部长好 那个 我们 我上个礼拜 看到你们发布一个新闻 说行政院有通过一个 长照量能提升计划 编略三年三百亿的经费 是不是 那因为我们才刚审完那个 卫福部的预算没有多久 我们怎么没有看到这个经费呢 这个预算到底放在哪里 它其实是应该是分散的 因为我们长照本来 大概就有放一年五十亿的经费 到以现在 一百零四年过我们就要五十亿 那所以再加上其他的经费 所以它从各细节我 不是很清楚 跟委员报告好 这三年三百亿 它是资金的 裁员来自各方面 譬如教育部也有 劳动部也有 那这是各部会的一个 跨部会合作 那第二个部分 还有就是 长照基金从106年6月 就会正式成立 那这里面也包含了 长照基金相关的一些经费 你们给我们一个书面好不好 好 可以 因为我们立法院都不知道 结果你们就一下对外宣布 我们真的搞不清楚 假如我们省半天的预算 完全没看到这一条 是因为省预算 省预算的时候只有公务预算 而且以卫福部来说 只有卫福部的预算 但是这是一个跨部会的 所以还有一些其他 像劳动部也有一些经费 那长照基金 因为是要在106年6月之后 才正式成立 所以很多基金的部分 放在106年 好 来 那个听说 那个工采回馈金补助 身脏福利的经费 被大幅删减 因为我们接到很多 那个身脏团体的投诉 说他们在申请这个补助 去年本来有的 今年都没有了 听说是这个 大幅挪到那个老人福利的部分 我们不是反对 这个照顾老人的福利 就是说我们扩大老人福利 没有关系 但是对于身脏的福利 我们不应该用这个挖东墙 补西墙 把身脏的福利经费 挖去补这个老人福利 有这样的事情吗 跟委员报告 基本上工采回馈金 是一个不稳定的裁员 那它基本上 它会比较是属于 创新实验型的方案 才会获得工采回馈金 才会符合这个补助的一个原则 所以委员讲的那个 基本上身脏的那个 获配的额度是 还是维持既有的规模 可能它是因为计划的 不是属于创新或实验型方案 可能会有一些的异动 所以这一块可能 不知道委员那个细节 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们 来了解一下哪一些团体的 它可能都是人事费 那这种人事的费用 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是持续 因为它毕竟是不稳定的裁员 所以它会以创新跟实验型方案 好 我了解 那我找个时间开个协调会好了 好 来 还有第二点 就是我们在这个规划 长照服务人员资格 就发现说 你们把这个长照服务人员 分成这个第一级跟第二级 然后呢 现有机构或居服单位 提供照顾的个人力 都必须去受讯 那以我们了解 老人居服 他是照顾服务员 那身脏机构呢 是保育员跟这个服务员 他们都受过一百多个小时的训练 而且有食物经验 那为什么不能够让他们直接患证 还要说叫他们要 这个重新这个调训 还要回去呢 那事实上现在每一个机构 都人手不足啊 不能够直接患证吗 基本上我们的原则就是 如果他已经是拿到 这样的一个资格 基本上都会直接让他患证 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 我原指的是 长照服务法过后的执法相关规定 这个都还在讨论 那我们秉持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 不论是在老人居服 身心身脏机构 他如果是已经有这个证照的 这个照顾服务员 保育员 这个服务员都可以直接患证 作为未来我们的这个 长照服务人员是不是 他现在因为可能他们在提的 那个问题可能是在讲 Level 1 Level 2 对 这些的训练 那基本上 照顾服务员的那个处理 是生活辅导员跟保育员的 基本上是没有去受这个 Level 1 Level 2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没有受过这个Level 1 Level 2的训练 就要回重新调训吗 那个委员我相信中间 可能讯息有一点传递的错误 现在在讲Level 1 Level 2 Level 3 是现在有证照的 像医事人员跟社工人员 他们只要补训18个小时 甚至可以用e-learning 那教保员还有训练员跟照顾服务员 他这些还是会用他原始的训练 譬如说照顾服务员的90小时 这是他们本来就接受的训练 所以这个Level 1是指有证照的 有license 他只要在补18个小时的e-learning就可以 我相信大家把这个讯息两个 有做了一些混在一起 做了一些错误的一些 可能我们会再做宣导 中间有误会 如果说他已经受过 原先受过100多个小时的训练 对 他只要有90小时 现在照顾服务员不是他可以去服务 就是90小时的训练 那现在还在讨论中 规划中 但是应该是以那个90小时 再照顾服务员 基本上是以那90小时为基础 再加18个小时 那个18小时针对有证照 有两类嘛 现在有一类像医事人员 师级的 还有社工师 他们本来就有证照 他只需要 有证照的 他才有那个18个小时 那这些照服务员跟训练员 跟我们叫教保员 他其实还是回到他原始 原来的照顾服务员就需要有90小时的核心训练 就只是这样 所以这一些人并不需要再去接受 持有证照员的18小时的Level 1课程 那以后他们的名称是什么 是长照服务人员 跟委员报告 现在相关的长照服务法里面只有一个长照人员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门槛 他只要拿到这些 他就是长照专业人员 那他各自需要的训练 那都是 譬如说现在教保员 他还是回到他原来的体系 他只需要90小时 他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长照专业人员 回到他原来的体系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们现在譬如有像教保员 他们可能有250小时的训练 有的是160小时 就是他原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只要由他原来的系统确认说 他受过这些训练 他就可以直接取得长照服务人员的症状 对 就是他这个训练里面 可能含90小时就可以了 他这些原来的150几小时里面 含了这90小时 原来照顾服务员的基本训练就可以了 现在是大家把这两类混在一起 但是因为我们还在讨论当中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彻底通满的讨论 我们会跟所有团体做很好的过程 你们讨论的时候也会邀请所有团体一起来讨论 那只是因为这个条例里面还有一些 这个办法里面还有一些 我们需要再去做整理 所以还没有开始 但是像条例这个部分已经比较完整 我们都会充分的讨论 好 谢谢 部长 依据我们卫福部的规划 未来长照机构反而有三种模式 一个是长照机构财团法人 一个是长照机构的社团法人 一个是长照机构的其他法人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 大概就全部一人团法成立的 这个民法还有这个财团法人设立 监督准则成立的这些 全部都变成长照机构的其他法人 那现在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社团法人的设立 像譬如说我们台北市智障者家长协会 它有附设这个宏爱发展中心 现在是社团法人 那还有一种 我们现在这些伸张机构 有三种立案模式 一个是社团法人设立 一个是基金会附设 就像这个育成社会福利基金会 那它是依据民法 跟社会福利财团法人设立许可 及监督要点设立这个基金会 它底下还有这个爱玉啦 蓬城啦南港 这些这些 这个机构跟基金 那还有一句生权法的执法 私立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设立许可及管理办法 单独设立的机构 像是中立的启治啦 瑞富啦 真善美啦 那像我们这个 兰治 我们宜兰的这个兰治 它是机构财团法人 它这个还是单独机构成立的 那现在是这样子 我想要请教一下 未来这些 是不是必须纳入 长造机构法人法的规范范围 理论上当然是会纳入 不过在处理上面 我们会非常的这个 好来 那如果要纳入的话 我刚刚讲这些不同属性的机构 是要隶属在长造机构财团法人 长造机构社团法人 还是长造机构其他法人 他可以做一些选择 他可以选择 好 那你们这个 其他法人是指本条例实施前已经 因为我看你们的那个 你们的想说 你们规划的长造机构 其他法人是指本条例实施前 已经依法设立的机构 如果将来要依身权法 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设立许可及管理办法 还可不可以申请 或者是说我要依这个 所有福利财团法人 设立许可及监督要点 设立的基金会再复设 这样可不可以 以后呢 我们长造法上路以后 我还可不可以 那个 运用这些法 跟委员报告 在上一次我们长造服务法通过的时候 同时也有一个附带决议 我们需要同时去整理 其他相关法规的相关规定 所以我们现在是预估 我们尽量让所有的办法能够在 因为就是在明年的六七 就是在这个长造服务法 甚至上路前一年 草案可以都可以有一个 基本的概念 那之后我们就会来整理 包括生权法 老福法跟护理人员法 相关的规定 那希望能够做一致性的规定 因为现在目前有个状况 就是我们生障者 有一些是年轻的嘛 那他们还有发展性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 生障机构 他还要富有这个教育 训练的功能 跟长造就不太一样 长造不是老人嘛 生障机构以后 他只有失能 跟失能有关的才会进来 他如果跟失能无关的 他会留在生权法 不会进长造服务法 所以例如他有一些 他纯粹只是做生活重建 不涉及失能的 他就不会进到长造服务法里面 好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是认为说 你们现在正在整合嘛 是 这个整合也蛮困难的 就是针对这个 身心障碍的这个福利机构 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等到这个 老人养护啦 长造机构 护理自家都整病好了 再来谈身障机构的 整病的问题 就先整病老人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预估的草案是这样子 就是他如果已经依现存法 法律设立 也已经在提供服务的 我们都希望他能够续存 那依照他原有的法律 他只需要来跟主管机关做一个 就同 就许可他提供长造服务的 章程的一个变更 那他就可以做续存 那这个大概有 那意思是说 身心障碍机构 身心障碍机构 跟老夫机构 我们原则上 都往这个方向 大概现在有 他的章程只要再加上 长造的部分 对 然后他其实要来 跟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因为这样以后 我们才有去监督 考核的相关依据 他只要有一个许可 还是要走一个许可程序 但是我们会尽量简化 好来 那就是说 还有一个问题 抱歉主席再给我一分钟 就我们从长造保险法 草案的精神来看 未来我们的民众 在这个住宿的费用 跟膳食的费用 我们要自行负责 那目前我去了解一下 我们身障机构的收费 不论你住的是 两人房四人房 那个费用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全国统一价 就是每个月两万一 那台北是两万五千五百 那现在是这样 这里面包括了 这个膳食的费用 这个住宿的费用 耗财 还有这个专业服务费 那我们身障者 大概只要负担四分之一 大概就是五千块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从长造法来看起来 你未来说 我们的住宿费用 跟膳食费用 民众致富 但是你们 到现在还没有算清楚 至少我们不知道 你们算得怎么样 那就是说我们很担心 未来的长造机构 会不会刻意提高 这个住宿的费用 跟膳食的费用 那增加人民的负担 那所以就是你们到底 你们现在精算的结果是怎么样 为了要怎么收费 还在算当中 他必须要做这个成本的估算 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像金帐的话 他的膳食费用就要相当的高 跟其他的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还在精算当中 没有 就是说你们 你们要精算到什么时候 因为你们明年六月不是就 要上路吗 跟委员报告 因为长造服务法上路是后年 就是106年的六月 所以我们明年 第一个就是有一些 不属于住宿跟膳食的部分 那长造保险 他们在分析的时候 有一些成本的分析 但是住宿跟膳食的部分 是没有的 所以明年我们也会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计划 去把这些都做一个基本的估算 事实上是这样子 我们认为长造保险法 不宜这个轻率上路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 已经有太多快要摇摇欲坠 快要倒的这个保险 那我们觉得说你要上路 我们应该国家用税收 来这个支应 那不然的话 我们一旦大家付了保险的费用 但是我们现在长造机构 并没有那么普遍 跟我们当时健保不一样 我们健保 事实上我们台湾 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医院跟诊所 所以我缴了保费 我生病的时候 要去找这个医院或诊所 是非常容易的 你现在有那个机构 这么的这个欠缺 然后你咒而上路 结果我缴了保费 我得不到服务 那事实上就会 到后来人民就说 那我就那个大型财团 进来这个建设这个长造机构 我觉得这个会使得我们 一直希望在推动的社区型的 小型的这个长造机构 事实上永远都起不来了 不过我想就是说今天我们上路的时候 刚刚我们讨论这些住宿费 跟这个膳食费用 是希望说我们未来的费用 人民大概要负担多少 应该让大家知道 那这个东西应该取得社会上的共识 那不要说一直讲说 我们马上好像政府要给我们大家 一个福利 结果到后来造成非常多的这个纷争跟纷扰 那我们也希望说长造保险开办 就是我们希望说不要咒而开办 因为就是说你身心障碍家庭的负担 会不会加重的问题 这个都要一并的考量 因为你超过七成的家庭 这些身心障碍的家庭 事实上是现在只要缴这个5250元 那你现在你的那个将身心障碍的个案安置补助费 列为长造保险开办以后 政府应该负担部分的费用 那不会有补助 所以我们都蛮担心的 那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 我们觉得长造保险实际上是不要轻率的上路 好 谢谢 列委 好 谢谢田委员 对不起 因为我们11点半要处理临时提案 那是不是那个我们 因为临时提案今天好像只有三个 是不是我们 我征求大家的同意 游民女委员质询完了以后 我们处理临时提案 因为我们现场至少要两位我们 现在处理好 OK 好 来 好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了 因为我们从早上到现在都还没休息 妈你 好 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 你们不需要吗 好 官员说不需要 好好好 OK 好 来来 好 我们现在已经印好了 来来 谢谢临时提案 好 我们现在进行临时提案的部分 临时提案 第一案 台湾即将步入超高龄社会 根据健康远见的所作国人长照认知大调查之结果 有48.8%的民众没听过长照法 更有高达64.4%的民众不知道地方有设置照管中心 对一般民众来说长照确实是个陌生议题 长期照顾服服务服务法已三读 但是在因应台湾社会快速老化的政策宣传上 卫福部能有代加强原子要求卫生福利部 应于一个月内提出改善计划 提案的委员刘建国田秋景 年属人委员苏清权 徐少平 寻的完毕 没有人有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 好没有意见 那我们就 来 好来我们第四行 长期照顾服务法 应该是长期照顾服务法 保护改成雇 好谢谢 那我们第一案通过 第二案 第二案目前全台一千多家老人 长期照顾安养机构 近九层是非法人形态的私人机构 尤其四十九床以下的小型业者居多 面对长期照顾服务 照顾服务法第22条所规定之事项 仍感到忧虑 不知未来将何去何从 原始要求卫生福利部应于一个月内提出 长照机构永续营运的政策环境改善报告 第二案人委员刘建国田丘锦 年属人委员苏清泉徐少平 宣读完毕 这个照顾也是一样 第二行照顾服务法改成照顾服务法 好来有意见吗 各位委员报告好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连你配到的执法 那配到执法除了刚刚的法人条例 还包括有设置标准还有包括一些改制计划 所以一个月以内要完全提出来 可能要慢点 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做一下修改 原始要求卫生福利部应于一个月内提出长告机构 向改制衔接政策方向之规划 改制衔接政策方向 因为细节必须要等到办法之规划 怎么样刘委员 好同意 好那第二案通过 好第三案 第三案去104年11月21日中央社健保费率降至4.69% 每月最多审50元报导 健保会拍板明年健保费率4.69% 补充保险费率是1.91% 预估以4.69%的费率到2019或2020年时就要讨论调长 原要求卫生福利部于本周三11月25日前 依据11月20日健保会对健保费率之决议提出未来健保若采行此方案对健保财务冲击之各项数据 自民国110年前各年度之保险费率保险收入保险成本保险收支余处约当保险支付 给付支出月数 该年度可能有几个月安全准备金等送交本未还委员会各委员办公室 提案人委员田秋景年署人委员林署分流建国训读完毕 好 谢谢 第二行拍板的板好像是应该是板桥的板 谢谢 来 有意见吗 来 你那个上来 这个提案会来征照办理 不过健保署那边可能需要点时间 可不可以到27号礼拜五 27号礼拜五是 你们那不是电脑按一按就出来了吗 还是要估算一下 今天已经礼拜一 要估算未来那个什么时候的那个 好 好 好 那就礼拜五27号是不是 是 好 OK 好 于本周五 好 十月27号之前 好 谢谢委员 好 OK 第三案通过 好 来 接着我们继续执行 请尤美女委员执行 主席还有大厂的委员以及说列席的政府官员 大家早安大家好 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蒋部长 来 部长请 刘伟委员好 部长好 那个我们现在就是长照服务法已经通过了嘛 那今天也在讨论这些法人的部分 那我这里想要请教的就是说 我们对于法人 因为刚刚也这个田委员提过 就是说我们将来这个长照的这个机构呢 就是有财团法人 社团法人还有其他法人 所以这其他法人你是不是开放盈利还是怎么样 那所有的财团也都可以进来吗 还是 其他法人就是 现在很多依照其他的法成立的这个 这个法人 那还有这个小型的 对 那他们 我们的原则是他按照目前 因为他是像刚刚讲的小型机构 他只有49床以下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有办法的话 如果他客观条件允许的话 持续经营 或者他当然有可能他可以转变成 这个社团法人或长照人法人 对 如果他扩大规模的话 那现在就是说我今天我财团要进来 可不可以 如果是 我新设立或者说我原来 就是我今天我要新设立一家 这种所谓的长照机构 那我就是设立一家 五星级的这样的一个长照机构 可不可以 他如果是成立长照人法人 就按照长照人法人 如果他变成社团法人的话 我就是用公司啊 公司是不可以啊 公司不可以 公司是不可以 其他法人啊 其他法人应该也是不可以 跟委员报告 他必须用社团法人 那即使是公司 他也必须用社员的形式进来 而且我们目前的草案 还在讨论当中 他不管他投资多少 他的投票权只有四分之一 而且他的董事总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也不能担任董事长 等一下 你所谓的其他法人指的是什么 不是走其他法人 是长照社团法人 长照社团法人里面 公司他是一个盈利法人 他可以变成社员 但是不管他投资额多少 他的投票权都不能超过四分之一 他的董事人数也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那同时他也不能担任董事长 换句话说他其实是被高度限制的 所以你是说他今天财团要进来 你的其他法人不包括一般的 财团法人当然不行 财团法人 不是不是 像刚刚讲的一个财团法人 一个社团法人 还有一个其他法人 对不对 那我现在在问的所谓的其他法人 其他法人其实是为现存的 现在有 就只有现存的那些 对 现在有249个法人 他们共设了288个长照机构 那个其他法人都是为现存的 而做一些衔接的处理 所以他没有 就是说我不能够用公司的形态 他不可能做其他法人 不可以 所以你是限制在目前已经成立的那些的机构 那那些的机构你们会把它辅导 让它转型成为社团法人 或财团法人 我们希望这样 所以在这个法令里面 还有一条就是如果现在是私人的机构 它转型成社团法人 我们也在跟财政部讨论他的土地移转的一些税赋 可以得到见面 叫辅导他们改制 不是改制 改成法人形式 因为现在这个部分你们是有在给他们辅导吗 因为事实上也引起这些现存的这些的安养机构 人心惶惶 所以他们也是在理解 我们理解 所以在我们所有的设计里面 有针对这个49床以下个人设立的 那包括他的董事 然后投票权 还有他的税赋的减免 那106年6月 长照基金在长照服务法通过后会正式设立 那也会针对他们有一些辅导机制 我想前提是这样 我们希望运用所有的资源 所以小型机构 我们一定会花很大的心力去做辅导 因为我们也希望是说 因为台湾快速的老化 那其实大家都希望说能够在地老化 也能够健康的老化 所以其实依照你们的统计数字 也就是说你卧床到你离去 这个我们台湾长达 7.3年 可是事实上在北欧 他们可能一个月 而且他们还要降到两周 所以这样的一个落差 我们现在的看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人 能够尽量少一点进入到机构 他如果能够在日照或什么 能够在自己的家里或在社区 他能够健康的一个老化 所以当人把他送到机构去 天天躺在那里 说实在的 不然也变成命了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发展社区市 就是这样子 我们希望社区市的服务 能够蓬勃发展 那减少他们送到机构住所的需要 那现在这里就牵涉到了 因为我们也听到民间的意思 反应就是说法规的一个松绑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是长照 或是说所谓的托育 或是这个幼儿照顾 我们经常是把它做各种的切割 譬如说我们在幼教里面 把它用年龄的切割 那其实人的成长是一个延续性的 所以在这里就跟人一样 我们就说长照是你已经失能 六个月以上才能够进来 所以我们把所有东西 因为人其实是我今天有可能进来 失能六个月 可是我今天又慢慢复建好了之后 我有可能出去 所以人是有动的 这跟委员报告 您的观念真的非常的棒 那这次长照服务法通过了以后 有一个综合式的设立 就是希望居家社区跟机构住宿室 它可以综合设立 这样子我们的失能者 进到这个机构服务 他可以依照他的需要得到 不用像现在 他可能要找三个机构 这也是我们下面除了社区市 是我们要努力推展 这种整合式的一些综合式的设立 也是我们未来要辅导的方向 对那你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综合式的要辅导的 这里面牵涉到他的安全 牵涉到这所谓的土地的取得等等 那在这里呢也就牵涉到 就像说我们说从幼教里面来看的话 第一个我们说 好第一个你在偏乡跟在都市 其实是不一样的 在偏乡跟在所谓原住民部落也不一样 有很多部落他们可能用团体家屋 或者是用那种家庭托雇更适合 我们目前已经在三立乡在市办了 但这两种形态在三立乡 其实是我们认为是比其他形式更重要的 在机构主书市方面的 但是这里就会牵涉到说 当他设立之后 可能你们我们用的是一个高的一个评件标准 所以可能他的安全不符合规定 对不对 他的面积也不符合规定 然后他的人员比例也不符合规定 过去这些机构 他过去都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现在长照服务法也在大家 很多委员提醒之下 在社区市把它放进去 但是他牵涉到一些监管跟消防 我们也都在跟他们做讨论 但是这个绝对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方向 我们会一起来努力解决问题 因为这个部分呢 因为在上个礼拜六呢 我到南部去然后跟他讨论 他们就说我们现在整个一个 就是幼教的一个照顾呢 到最后一直把它切割 切割到最后怎么样 就是这个孩子你只要不要死人 只要安全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都免他 所以在过去 所有相关老服务法也好 护理人员法也好 都是切割的 那但是在长照服务法 包括社区市就谈到整合 他在整个机构设立市就谈到综合 其实这就是委员这个理念 我想是我们未来 大家都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方向 因为我们不希望是说 当然你刚刚已经强调就是 你只能够用社团或是财团 但是他所谓的其他法人 只是限于现在的这个 所以他不会去走上 所谓盈利化 因为我们也看到说 其他法人 他们绝对不能走这一条 好 那这里就是我们也希望 他是能够就是说 是一个整合式的 刚刚您讲 那我们说 五月通过了到现在 那我们刚刚那个理想 所谓的社区的 这种综合性的 因为我们也看到说 在荷兰 对不对 荷兰村的 那他们的这种 照顾他们是对失智老人的 那他其实就是一个 家屋的概念 大家生活在那里 然后甚至呢 在这整个一个社区里面呢 他里面还有这种各种的 比如说超商啊 有洗衣店啊 有什么等等 那他在这样一个 熟悉的环境里面 他们仍然过着 是家的生活 而不是我住在医院里面的 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长照 最希望的是说 没有人希望 我是在医院里面走掉的 大家最希望是说 我是在家人的陪伴之下 非常安详地走掉 所以在这里就会变成是说 我们这种所谓的综合式的 这种希望说 它一个是社区式的 综合式的 那同时它也能够是一个评价 能够负担得起的 那同时呢 能够把这些社区的 这些人力事实上 是能够一起整合过来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 大家未来的希望 对 我们共同努力 会 好 那我们希望是说 要把握这个一个原则 我们不希望说 长照这一块 一开放 盈利的话 那真的就会 我们看到韩国 它马上就是变成 城乡的一个差距 然后呢 贫富的悬殊 然后呢 弱者的更 更没有办法照顾 就是产业怎么样 适度进来一起 共同协助 这我们会神圣规划 好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可能是我们的 社会史的 就是我们现在 经常会在 车站或哪里 看到有人在那里 行骑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不晓得是说 他们是完全不属于 低收入户 还是怎么样 或者说因为 他的户籍或什么 为什么经常就是在 车站啊 或是地下 到出口啊 经常就是会有人 在那里行骑 当然我们不是说 要把这些人 赶尽杀绝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因为我们 整个一个社会的安全 福利体系里面 对这些生活 活不下去的人 应该是属于 所谓的低收入户 那是不是因为 他没有户籍 所以就不会被列入 在所谓的低收入户 所以他就变成 是一个边缘人 是不是有这样 所以这里也就牵涉到 说我们整个一个福利 是不是是把它切割的 所以当你把它切割说 这个你必须有户籍 然后呢 你有户籍 你才有可能 你的福利才有可能 从那个管辖的 这个县市来提供 那当你没有户籍 你就会变成 是一个流浪的人 我不晓得 因为经常会在地下道 或是在火车站 然后会看到 就是这些 行骑的人 跟委员报告 这个是社公司 目前现在是社公司的业务 不过据我了解 这边游民没有 所谓的户籍的限制的问题 它是列册 就是说如果 因为游民他们有可能 是因为他可能在 一段时间失业 或者是他找不到地方 可以去住宿 所以他可能 也不愿意去住到 游民收入所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过基本上 没有户籍的限制 那通常就是 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譬如说他愿意住到 游民收入所里面 社工都会帮忙 社会局都会帮忙 去做一些的服务 转介或者是提供 相关的一些资源 那为什么会在街头上面 刑起可能那个状况 会非常多元 不一定是游民 那有可能他是 有一些的情况 不是我们外人他有办法去介入 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希望说 社会局或社工 可以把它通报出来 那我们社工就可以去介入 做一些处理 所以我觉得是说 希望民众看到有这样的情况 也能够有一个通报的一个机制 让社工可以去了解他的一些状况 所以你们有这个通报的机制吗 游民基本 他不一定是游民 对不对 他可能就是外地来这里 对不对 要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失业 然后也没地方可以去 然后甚至也连生活会都没有 所以他就只好轮路再刑起 那对于这样的我们国家 对于这些的人 到底有没有一些紧急的帮助 或是什么等等 这个机制是什么 如果说他真的有生活上的困顿 在社会救助法里面 是有一些急难救助的一个机制在 不过他一定要能够去先去 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提出 所以那当然还要去评估 因为社工也要去评估他的状况 而不是你的情况是不是真实是这样 他还是需要有一些评估的机制在 对没有错 那现在就是说 一般的人 我今天是一个知识水准低的 然后我从外乡到这里来 要来找工作 或是来买某纸 或是遇到各种的情况 第一个他可能资讯是不足的 然后他今天就流落街头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就旁边的人可以怎么样去协助他 譬如说你们有一个通报的专线 别人就可以帮他通报 就会有社工去协助他 来看他的困境在哪里能够协助 或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 报纸也经常出来 对不对 他今天必须到超商去偷东西来吃 因为他生活不下去 或是在路边行起 我觉得说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社会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想在路边的一些状况 可能他的情况是很多元 那如果说民众有一些 经济上面的一些需要 去做一些咨询或福利的转介 可以打我们1957的福利专线 这边是可以去做一些协助 或咨询的提供 甚至于到通报 那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去让社会局是有机会去介入 好 那我们希望说你们就1957 这个部分能够管为宣打 让人民知道说 我如果要协助人家 我可以打什么电话 然后呢 那一个人他可以得到 怎么样的一个协助 当然我们不希望说1957打去 就是叫警察把他驱走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OK 好 谢谢 好 接着请林淑芬委员咨询 主席 各位大家午安 是不是先请我们部长 来 部长请 林委员好 部长 在谈长照服务机构之前 我现在比较想先谈一下 所谓的货贸谈判 这个48小时内放行 那这样食品安全的检疫 对台湾而言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那结果呢 我看一下经济部的新闻稿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 发了一个新闻稿 它里面是这样描述的 就是说 我国以旧食品安全及边境管制 定有完善的标准与措施 不会因为要求提升两岸货贸的通关效率 而降低对这个检验项目和比例的要求 且进口食品必须完成抽验程序 检验合格才予以放行 那对于进口食品 不论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或地区 农委会卫护部及海关均严格把关 不会因为我国或其他地区或签署经贸协议而有差别待遇 如发现产品有违规除不得输入外 它还提高风险管控 调高查验率 加强其他管制措施 货贸协议不但不会让黑心食品进入台湾 反而更可以加强两岸食安方面的合作 杜绝黑心食品 那我请教部长一下 因为在经济部的新闻稿 所以我有点看不同 货贸协议怎么让台湾 还可以加强两岸食安方面的合作 还更可以杜绝黑心食品 那你说因为他谈判嘛 那他也这样子发嘛 显然你们谈过了嘛 你们认为开放了货贸 然后这个食品 中国食品进入台湾 可以更安全 更杜绝黑心 怎么个做法 首先跟委员报告 这个他的48小时 纯粹是他们海关的作业 那跟我们的食安的把关 基本上是两个事情 我们食安照样做 我们该抽烟的就抽烟 如果我们要这个 全部都要抽烟 我们就是每一个 逐批的这个抽烟 我们照样做 所以完全不管他那个48小时 所以我们照样做我们的 好 好你继续 至于他说 可以增加这个食安 我推测他的意思是说 两岸这样子 沟通上面可能会比较顺畅 所以如果万一有食安问题的话 比较能够及早解决吧 不过总而言之 食安的部分 在我们卫福部的立场 是完全不受他的影响 我们照样做 我们该做的事情 听起来有符合逻辑 但是我昨天在看一篇新闻稿 联合报写的 联合报说 国贸局今天表示 昨天双方达成共识 希望尽可能范围内 报官在48小时内放行 但这是原则性共识 如果是主管机关需要查验 或审核的项目 不适用这个规定 但是呢 依卫福部食品现行的法规 输入查验办法 依我们现在查验办法 如果是检验时间超过五天 或是在货柜厂抽样困难 容易腐败或变质的产品 报验义务人切解表明 负管理责任以后 可先签发放行通知 供货主办理可先行通关 但食品仍需查验 他当然只负责通关以后 只能保管不能贩卖 他是这样讲 他是这样讲 事实上他还是可以放官 但是他认为说 放官要先储存 不能贩卖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 你确定你有能力把关吗 部长 你确定你们的FDA 在边境有把关能力吗 这样看起来 他把所有责任都交付托付 给卫福部的FDA了 你确定你们有能力吗 我们尽量在我们的人力 物力财力的范围之内 我想我们都是尽量在努力 这样不负责任 部长 你说你们尽量发生事情都来不及 我告诉你 我提醒你两件事 今年发生的 第一个 在海关的弊案 桃园 你去Google海关弊案 卫福部海关弊案 旅旅啊 每年都很多啊 桃园不是才 桃园机场关 才发生很大的弊案 在今年 那我再告诉你 桃园哦 桃园卫生局也去查 王品的牛排 王品的牛肉 发现奇特帕罗 他不是在边境阻绝的哦 是海关放关以后 地方卫生局跑到餐厅里面去发现的哦 检验到的哦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 不但没有办法阻绝于边境 而且还长期放纵 有毒高风险的这些食物食品 进入台湾市面流通 这个就是现在的卫福部的把关能力 我以基隆海关为例 部长 我去年到 本人亲自到海关去考察 卫福部的人告诉我 基隆海关啊 他们认为所需的最低工作人员配额建议 正值人员是28.89个 派遣人力25.01个 再加上休假轮休需要1.65个 所以他们建议光是一个基隆海关 要55.55人 目前 目前 基隆办事处的正值人员 如果我没有记错是15个 跟预计要有的28.89 有一大段落差 现在的派遣人力 一二十名 比正值的还要多 这有什么问题 正值的要负所有的行政责任 派遣理论上一年一聘 出事了 他能负什么责任 没有 现在 现在加起来啊 加起来33个 跟预计的55个差一大段距离 人某不张以外 人力不足 然后不断的开放高风险的食品 入台湾 包括 美国匡牛正义区的牛肉 包括瘦肉精 这个都压缩 这种特殊风险 要加强控管 压缩一般检验 包括 现在你们正准备 想要开放福岛五线市的地区的 这个 放官 不再管制五线市 这都大量的 高风险的 他必须加强查验的 所谓你们的高风险 就要加强检验 他都压缩到一般的 这个边境检查 人力和资源 包括 我们放任基改黄豆 事实上基改抗药的黄豆的问题非常多 检验少之又少 包括 中国茶叶伪装到越南 转口再到台湾 屡屡发生问题的农业超标的 甲越南茶叶 这些我们都是要求要加强查验 总共整齐的15个 每天都在加强材业的业务都办不完了 哪有例行性业务的查验 然后呢 你们现在说中国商品 你能有这个卡床 能不能吃这个下油 我是要提醒你 如果 卫福部现在的边境管制是非常完美 如果现在的边境把关是无懈可及 如果现在是没有贪腐没有弊案 所谓打通关节边境犯水竟然是家常便饭了 现在竟然是派遣人力比正职人力还要多 现在是退休的正职的 以外 正职的那些人只有盖章书面审查 现在的制度是出了事没有人负责 在这种状况你们敢说你们可以 照经济部的讲法是反而更可以加强两岸十岸的合作杜绝黑心商品 反而可以不会让黑心商品入台湾 这不是在胡说八道吗 这个话你们讲得出来吗 副长 这个问题很大 知识体大 知识体大 不要再让人民吃毒了 不要告诉我说你们边境 你说你们 你刚才说你尽你最大的人力 尽你最大的物力 尽你最大的资源 显然你就是知道这个问题啊 对啊 15个人尽最大的能力就只能做这样子啊 15个正职的啊 你这不是在这里立法院 匡骗立委 匡骗人民吗 尽你最大的能力 什么叫尽你最大的能力 我只能这样说 我也很希望我们的人力能够比现在多 我们一直在跟我们的人事行政总处 去争取相关的人力 我们一直在跟主席总处争取相关的预算 其实我们很希望 以卫护立场 我希望资源越丰富越好 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目前也只能这样子 对 所以我才能说我要尽力 但是你现在这样子有能力把关吗 你也要诚实告诉我们啊 我们尽力 我只能说我们尽力 不是你现在要告诉我们说 你现在恐怕对把关的能力 是力有未带的啊 不是吗 我们利用现有资源我们尽力的来做 现在这样子是没有资格的啦 我告诉你这样子没有资格在开放中国 中国的食物食品快速通关 你们现在根本没有能力把关 我现在就不谈这个了 这个你也没办法解决啦 我现在问你就是说 我们看到整个长照服务的制度 长照服务法通过了 长照服务的制度的这样的设计和建立 现在才刚要开始 那我们看到你们现在要开放的这个修法 由盈利法人或外国人冲任者的 这些董事会 其人数合计不得 于总名额三分之一 所以外国人或是外资 或是盈利法人 盈利法人以盈利为目的 以追逐利润为最大利益的 最大利益为目的的人 其总出资比率不得于百分之五十 朝向这个方面来规划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四十九的持股比例有多高 有多大你知道吗 他事实上可以实质控制 你说你不会让他们担任董事长 董事会又不是董事长制 董事会的开位是合议制 所以不得担任董事长能规范什么 能够约束什么 我们今天最要怕 你现在盈利化 盈利化最后就是市场化 市场化以后就是商品化 商品化最后最好的 这个市场的经营的方法 就是机构化 然后机构化最后就规模化 集中化 当初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现在你们都朝这个方向在设计 我现在要告诉你 司长你来好了 现在 所谓的政府资源投入 现在三年三百亿提升长造服务量能 106年身心及失能者将不分年龄全数纳入长造服务对象 177年老年身脏失能全纳入 社区是日照服务107年将达418家 不只是365乡镇一乡镇一日照 我问你司长 你现在最大规模的日照服务的服务量一间最大规模 他的服务量是多少人 跟委员报告 现在有到今天为止是199家 明年是365家 我不是在问你这个啦 每一家大概现在是以30人左右为规划 好 我现在就假设你 107年实质达到418家 那样子是服务以30人为规模的一个日照中心服务的30人 这样可以服务多少人 跟委员报告 这个只是其中一种服务的形态 还有很多其他的服务形态 我现在在问你这个问题 你先回答我 如果是以我们成30嘛 大概可以服务到1万多人 1万多人 光是这一种形式 107年失能人口达到80万 大概也是有可能的吧 是 现在是76万人 107年达到80万 然后你的日照服务 社区式的 大概服务1万多人 大概就服务80分之一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还有2495家的社区关怀据点 那社区关怀据点在我们 尤其是社家属的规划里面 他以后会 也会慢慢的提供多功能的服务 社区关怀据点 你不要再骗人了 我们的选区里面 经常只要有一次一餐 办一个活动 就可以设立一个据点了 然后那一餐吃完以后 一个月再一次 再吃一餐 就是这样子运作 比较好的是一个礼拜吃三餐 共餐 所以社区关怀据点 我看到这几个乡镇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办什么 那是服务健康老人 OK很好 但是我现在不是在问你这个 我在问你长照服务 各位人报告 刚刚在讲 市长你不要忘了 我们长照服务法 开宗明义要求三个特点 第一个 可负担 补给多元 在多元里面 长照多元服务里面 最核心 就是大家在讲 在地老化 要有日照 要拖劳 要居家服务 这个才是整个长照制度 我们所想象的理想形态 所以刚刚讲的是社区 它还有居家的服务 所以整个的长照的规划 你居家服务 不要告诉我你服务几人次 你告诉我你服务多少人 跟委员报告 就是以现在来讲 我们正在服务的 大概就有五万人 人次还是人 人数 这是人数 五万 五万再加一万 我说现在在这个时候 你未来要冲到107年 你的目标数是多少 我们现在是这样 我们希望涵概率 居家加社区加机构 不要讲涵概率 涵概率的算法 是以人数 它是以人数 绝对不是以人数 好了你告诉我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 107年能够达到40% 的母数是老年人口数 不要再骗了 老年人口数 现在目前为止 师长 师长 你这样加起来 我跟你讲 多元的最核心 就是外展的居家服务 日照服务 当我去社区告诉老人说 我希望我们有拖老服务 年轻人照顾孩子 有托儿所 托老 托幼儿园 如果我们的老人 可以有托老中心 早上送过去 然后晚上接回来 有人帮我们照顾 那些老人 举双手双脚都赞成啊 他们是多么的想要 他们就对对对 我们要这个 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说 政府到底要不要 把这么消耗人力的 因为居家照顾 社区照顾 大多数是没有办法以盈利为目的的啊 它是属于公益性质 而且这个服务最大的问题是 消耗太多的照服人力 因为大多数采一对一的服务方式 一对一里面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的投入 没有人力的资源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开放盈利化 你这要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法 这些社团法人 他们会去做这种事情 当成主流吗 不可能啊 市长 对 跟委员报告 所有 如果说他没有这种盈利会去进入的 我们公家也会进去 原则上就是基本的服务会要有 我们希望产业投入 没有人投入 我现在不是在讲公家会进去 现在公家进去的就是做这样子而已啊 我现在跟你讲是未来市场化 人家机构化 市场化以后 整个大资本 大集中规模化的产业 会吞并掉现在个人式的机构不打紧 而且 现在草案有房头的托拉斯条款 而且 那当人头还不简单 一个公司 一个人头还不简单 同一个集团经营 现在财团都会 怎么不会啊 怎么托拉斯 我现在要告诉你 长照你没有设定长照目标 是你最核心的问题 关键 长照目标 设定好 我零瘫痪为目标 刚才油美女委员讲的 台湾的人倒下去 一躺平均七点几年 外国设定 一个月 死亡前一个月才可以整天躺在床上 在死亡以前 你不能够让他天天只躺在床上 你去看我们现在机构服务 可以想象未来的机构服务也一样 财团来经营也一样 因为那最节省成本 整天让他躺的 躺到早餐喂他吃 中午喂他吃 晚上喂他吃 扩他起来就坐在那里看电视 没有足够的一对一的附件人力 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 也会是未来的问题 所以不只是尝照预防性的措施 也很重要 你连已经发生问题的 连已经瘫痪失能力都没有做好 来讲预防 预防是另外一块 我现在在跟你讲已经失能的 我现在告诉你是说 你的长照制度最核心 就是没有设定灵瘫痪的目标 已经失能的话 想方设法 一对一尽量给他复健到 能够再度站起来 再度生活上能够有 某种程度的自我 自我照顾能力 你们没有 你们这是想说我量能要充多少 你在想说让盈利 盈利法人或外资赶快来入股 我告诉你 当然要来了 全台湾的服务业 就只有这一块是供少于求 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金融产业 资本没有去处 他要找地方投资 但是我跟你讲 长照的本质 跟盈利事业 盈利法人的本质是冲突的 而现在 大家都要吃长照这块大饼 然后希望长照险赶快过 一年八百亿一千亿 大家才抢着要来分食 这一块大饼 可是 你们想过 失能的人需要的是什么 整个长照法通过 我们最核心价值就只有三个 多元 如果你的多元 你的日照 你的居家 你的外展服务 没有办法 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使用的普及率 不是人次 是占失能人口 你要普及 要可负担 财团来做 他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但是是你买不起的 买不起的 住宿型 你们现在鼓励住宿型 鼓励机构型 我是很担忧 今天 未来大家都 从今天可以看到 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未来长成的那个样子 你我都会碰到 希望我们未来 不是都在住宿型和机构型里面 躺着躺到死 好尊严的 在那里等死 如果是这样子为主流案趋势 那么我们真的需要 真的需要 这个不是那种假的 那个安乐食 是真的要 安乐食 赶快让他通过 我宁可那样子 所以一个国家 不是只有长照 说要钱 钱给钱 然后保险 不是 是你要把长照 长成什么样子 才是最大的问题 今天看起来 你们要他长的样子 是违背了 我们当初立法的方向 而且你们 今天要让他长的样子 是只在乎 只照顾业者 而不是照顾 这些失能的人 所以这个长照 零瘫痪为目标 请你们回去 好好设定一下吧 谢谢 好 谢谢 事实上我们当时 就反对说 没有完整的配套之前 贸然通过长照法 谢谢 好 来 本日会议 对不起 陈欧博委员 陈欧博委员 陈欧博委员不在 蒋乃馨委员 蒋乃馨委员 蒋乃馨委员不在 杨丽环委员 杨丽环委员 杨丽环委员不在 吕学章委员 吕学章委员 吕学章委员不在 李同豪委员 李同豪委员 李同豪委员不在 赖正昌委员 赖正昌委员 赖正昌委员不在 李桂敏委员 李桂敏委员 李桂敏委员不在 陈一杰委员 陈一杰委员 陈一杰委员不在 潘维刚委员 潘维刚委员 潘维刚委员不在 许天才委员 许天才委员 许天才委员不在 黄伟哲委员 黄伟哲委员 黄伟哲委员不在 徐少平委员 徐少平委员 徐少平委员不在 江慧珍委员 江慧珍委员 江慧珍委员不在 本日会议寻答全部结束 委员江慧珍 杨耀 杨玉心 徐少平 林洪史 林淑芬所提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并请书面答复 委员口头直询 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 请于二周内答复 委员令要求期限者 从其锁定 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现在散会 由于如果会议到此结束 恐懒大家 感谢观看